华为对谷歌还手 GMS已无法在鸿蒙安装 网友,太快了 我们知道,在2019年 美国突然寄出禁令 使得一众美国公司不能继续与华为合作 禁止向华为提供技术、产品和服务 一时间,华为众多的美国供应商都 迅速与华为切割 其中要赎谷歌的动作迅速 我们知道,安卓系统一直是谷歌 来主导进行开发更新 不过在我们国内没有什么关系 国外就不一样了 因为国外的开发者要依赖谷歌提供的 GMS服务套件 没有GMS服务的手机 就无法运行很多国外的软件 而谷歌就迅速停止了支持GMS 要知道在安卓系统的更新上 华为一直都是谷歌的核心合作伙伴 而且在下一代操作系统 也就是Fuisa OS 该系统唯一的一次测试机型 就是华为提供 所以,在操作系统方面 华为为谷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然而谷歌却直接决绝地提出不再支持 可谓做事构决 不过华为迅速做出了调整 不断地推出了自己的应对产品 包括鸿蒙系统在内的HMS服务 方舟编译器等 目前,鸿蒙系统从提出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约三年时间 当时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 鸿蒙系统重要的是要建立自己的软件生态 这需要时间 本来一两年就可以 但是不想给它们太大压力 两三年也就可以了 其实在鸿蒙两年仅一年时 鸿蒙的软件生态就已经可以满足80%的用户需求 软件开发者也突破了140万 而在去年 鸿蒙的软件开发者更是突破了400万 目前HMS的下载量更是超过了200亿 搭载�蒙的终端数量也已经超过3.2亿 目前应该数量更多 所以 鸿蒙系统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成熟度 而就在此时 我们注意到 鸿蒙也确实开始了自己的反击 据悉 虽然之前谷歌不再提供手机出厂预装GMS服务 但是用户也是可以提供一些方法来获得GMS来安装的 但是现在 根据媒体报道 有用户在自己手动安装GMS 已经无法安装了 系统提示安装失败 很显然 这次是华为鸿蒙主动不再支持安装谷歌的GMS 毫无疑问 这无疑是鸿蒙系统对谷歌GMS做出了封杀 要知道 GMS不仅包括一些提供服务的基础 API等套件 安装了GMS 就意味着可以使用谷歌的相关软件APP 而反过来 就是不安装GMS 那么谷歌的APP就无法在鸿蒙系统上运行 很显然 既然谷歌的软件无法在鸿蒙系统上运行 随着鸿蒙生态的快速壮大 那么 谷歌将无法再从华为这里赚到一分钱 因此 有网友就指出 这是华为要对谷歌彻底清零吗 这太快了 既然是你先布人 那么也就不能怪我不意了 毫无疑问 这对谷歌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因为鸿蒙不像安卓 鸿蒙是一款物联网系统 可以适配任何一款终端产品 因此 一旦鸿蒙对谷歌彻底清零 就意味着 在鸿蒙系统的大生态圈里 都不会有谷歌的生意 也就是说 谷歌受到影响的 不仅仅只是手机这个终端 而是所有终端 其实就在近日 华为与欧洲最大的开源组织Eclipse 就共享了Open Harmony项目 并表示双方将致力于把Open Harmony 推向全球开发者和软硬件应用厂商 很显然 华为开始将鸿蒙系统推向欧洲市场 正式开始抢占谷歌的海外市场 这不难理解 毕竟谷歌在欧洲一直一家独大 而且多年来 一直被欧洲反垄断调查 之前谷歌甚至不服被土耳其反垄断处罚 还表示要对土耳其断供 而且谷歌在安卓系统 利用自身优势排挤欧洲竞争企业的产品 而华为推出的鸿蒙和HMS 从一开始就联合欧洲厂商 这无疑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所以我们说 华为鸿蒙开始反击谷歌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 点赞和转发